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静 他俩我感觉大林跟师父都爱静 爱看书 甚至没什么爱好 大林比方说大林爱玩秘识逃脱 师父不爱啊 因为师父就那么点爱好 师父有幼鼻孔居正 师父就爱那点爱好就听听别人的八卦啊 对 聊着象尔圈的事 对啊 探索一下老先生 我师父这个人特别喜欢听别人的故事 跟曲艺方面有关的 对 因为你只有听了别人的故事 你才能去讲书出来 这都是生活当中素材 要不然我师父的评书哪来那么多素材啊 都是平常积累的 冬天长 离间短 三只蛤蟆五只眼 哪个书线上的不要脸 对 哪个徒弟不要脸 换成这句吧 哪个徒弟不要脸 哪个徒弟不要脸 那他爱听你们之间的八卦 谁的都爱听 对 你比方说门口那保安的八卦 他也爱听 对啊 服务员的八卦 就是我们德云社里边的扫地的服务员的八卦 他也爱听 对 而且他都知道 对 对 谁一聊这事我师父 兴头可大了 有时候徒弟们没有八卦 师父自己还去探索 对 那大林呢 他有什么爱好 他喜欢听大家的八卦 大林对这些反倒是挺无感的吧 大林的爱好其实还挺广泛的 他属于一个正常的90后 他不是没有那种老派 相声演员都是老派嘛 有的人虽然是90后 但是挡在一个70后的心里 但是大林属于正常的吧 成熟一些 他学为成熟一点 成熟一些 他聪明 但是他聪明 然后看书 看电影 听歌 吃饭 吃喜欢吃的东西 密室逃脱 他都挺喜欢的 打游戏 这有摸不准的哈 对 他俩人都喜欢 嗯 我老感觉有些东西师父 凭我对他了解 觉得他不会喜欢 我感觉这些像我他都不会爱 对 但是呢 为了为了为了迎合我们这帮徒弟呢 他会迫不得已的说这个还行吧 活出去 这个还行 这个还行 但是呢 他会这样 那你就一定要选一个 你觉得师父可能对的一个兴趣 会稍微大一点 我觉得会是那冲浪吧 造浪池那个 我觉得那唯一是在里头待着 还没什么难度的 对 还能飘飘飘摇摇的是吧 就是那个大浪池 特别大那个 在里边泡着那个 那个吧 会好一点 但是那有一个弊端 弊端就是师父不喜欢人多 人太多了 真说他要在那泡着的话 过来三五十个大姐姐 知心大姐 跟他聊天 挺开心的 也不是 就是那样的话 人多了师父就会闹着 对 但是好在可能下到那个浪池里边 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就是那个衣服 穿着救生衣的 所以说还好 师父怕水 师父不会往里走 也就在边上站了 但是这起码得没了前胸 没了腰吧 不可能 你要没了腰 那浪一打来就 突脸了 就没腰倒腰 倒腰 那水里倒腰吧 你不能水里倒腰吧 倒大腿 那那 上半节都跟着晒的 就太无聊了 但是在那个造浪池里 师父的这个游戏项目上 大家一定在水池里打篮球 确定师父还会喜欢 会 因为打篮球的话 如果说不会很深 师父在里边 其实师父喜欢 对游泳还可以 您记得有一天咱去外地 记得 都给扔进池子里面 银川 银川 但是师父不会游泳那天吗 记得吗 对 师父不会游 就最简单的狗袍挖泳 师父都不会 不会游之后呢 他就 对这个游泳水啊 就不感兴趣了 我估计咱选那冲浪里接种 师父都不会上去 肯定不会 那太危险了 因为那个摔倒了之后 危险性很大 昨天我摔倒了 脚后跟现在还疼了 就摔倒那两下 脚后跟就特疼 那个游戏的时候 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师父如果上去 他还不会玩 对 因为这个游戏对他来说 太危险了 摔倒一下 不值当的 而且那一下摔的 还是特别的重的 对 那种情况 咱也不会让师父玩 我们也不会建议 师父玩那个 我们玩的 对吧 那是咱选的是那个吗 对 咱选的是冲浪机 咱冲那个 师父要不玩 咱就玩的 Happy 师父觉得开心 对 就咱说这很对啊 不一定师父喜欢 师父觉得徒弟们喜欢 他会就会喜欢 只要热闹开心 好玩都行 对 大林估计也不会喜欢 大林也不喜欢 那种危险性的动作 危险性的游戏 好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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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玩